《江峰漫谈》 朋友们好 在做历史上今天那个系列的时候 说过《安尼日记》 我也在漫谈的节目里面 建议大家的封城居家隔离这个漫长的时间里 静下心来写一些日记 来记录这段日子 当年安尼在这个荷兰安姆斯特丹 藏在阁楼里躲避盖世太保的时候 他有一天是听到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 要求占领区的人民不断的写日记写文章 不管日子是多么的黑暗和邪恶 要用文字记录历史 所以安尼的日记就有更深的意义了 你想 她一个女孩子 感觉很细腻的 那记录窗户前一棵板栗树 怎么样落叶到新生 记录了教堂的钟声 怎么样让她觉得自己离上帝很近 我见过一些留言 也代表一些想法吧 就说 你要么就拿起枪来 去革命去跟中共干去 光在那说闲话写日记有用吗 其实制造谎言的人最怕就是什么 就是揭露真相 再说这安尼日记说没有用 那可不对啊 1950年德国海德堡出版社出版的 安尼日记的德文版 你知道吗 在这个之前 战后德国政府花了多少气力 想把德国人从那个纳粹营造的虚幻谎言中叫醒 什么大国千年德意志梦想 没的事 醒来吧 很困难 德国人爱国 他爱德意志 所以打到后来12岁的孩子都去参军 拿支弹筒去炸盟军 炸红军的坦克 他根本意识不到自己是在为纳粹党卖命 不是为国捐躯 战火后来平息了还认为呢 很多事 这纳粹干的那些罪恶都是你们战胜国 捏造出来的 你说吧 这个纳粹根据需要编撰历史 难道你们现在你们这些美国人 苏联人 就不把控着教科书 把控教育吗 你们就不编撰吗 但是小安尼日记一出来 整个德国民族引起了震荡 特别的真实 细腻的真实 你看它里面没一句骂人话 没有一句诅咒 却让那个剥夺美好生命的魔鬼的面目暴露无遗 这安尼日记成为什么 帮助整个德国民族反思觉醒最重要的作品 无数的家庭子子孙孙 在自家的阁楼中偶尔发现一个什么 尘封半个世纪的不是爷爷就是奶奶写的日记 依然可以看到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当时人们对正义的坚持 对光明的守望 对家人的呵护思念和爱 被那个一切深深打斗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传统和人性的传承 好的东西是可以留下来的 咱们看武汉 这是个躁动了一百年的城市 什么洋务运动它领先吧 辛亥革命在它那吧 日本人轰炸武汉 后来什么内战了 后来跟随领袖游泳了 什么武斗了 这是个中原大城 多么有优越感 一直到改革开放的汉政街 不也有好多岛 也挣了不少钱嘛 所以人民的印象中 在史书的记载中 哪有现在武汉这么惨国呀 日本轰炸也没那么惨 现在是空城啊 街上死神在流窜的收割人的姓名 你说这门一关 我们里面有多少辛酸往事 辛酸故事 你难道不要把这个记录下来吗 还是就说我不记了 反正这一辈子也习惯了 都是别人在记录我的生命 有不少网友给我来信 就告诉我说他们真的就听我的话了 就写日记了 有的已经写下了十数万字的日记了 挺棒的 有家里的普通生活 甚至很枯燥的 有难得的亲情 还有些放不下的 有的就是平时在做生意 搞科研的 把课题带在家里去 继续思考 也是日记 但是不管怎样 发现了 都少不了一份对生命的重新思考 他做科研的 它顺带来带一句 是有生命含义 特别有意义 咱们就在思考 说这武汉怎么就病得那么重 怎么不是别的城市 偏偏在我们武汉发生这样的灾情呢 说这个国家发生了什么 这国家怎么了 也有一些网友发来很多这个真相的记录 其中有一些是很有价值的材料 我们也会妥善去处理的 让这些材料成为历史的见证 那么说到日记 就说到了方方日记了 上个星期呢 这个方方突然又成了新的热点 尽管这整个疫情期间 它一直是大家追捧的热点 很简单嘛 是吧 它很真实 很细腻 就跟安静日记一样 武汉以外的人通过方方日记了解武汉 武汉自己的人不能出门了 通过方方日记知道自己并不孤单 现在武汉封城结束了 方方日记呢 也是在4月8号那天停了下来的 结果今段时间怎么又热闹起来了 这段时间不是追捧 而是什么 是追杀 这奇怪了 为什么原来是每天苦苦的待在家里 苦苦的等着方方日记 现在解封了 大家自在了 却突然要对方方喊打喊杀 要贴大字报呢 怎么就从爱的入心到恨之入骨呢 就一个原因 方方准备把她的日记翻译成外语 拿到美国出版 所以这批攻击的主要发起人是谁呢 《环球时报》胡锡进 看他怎么写的 他说方方日记在美国出版给公众带来刺痛 这就很有意思 原来你封城死人你都不疼 或者是没那么痛 因为都在屋子里哭吧 关上门谁听不着吗 这下子好 方方日记要在西方出版了 屋子里的哭声要传出去了 要传给西方人听了 就刺痛了 这一时间的文革在线 什么告方方书大字报 要方方以死向国人谢罪 这好像武汉复言是方方的笔写出来的 还有什么太极创始人 也要出来组团群欧方方 这上个星期我听了两段骂人话 一段跟大家说过了 美国参议员用一个词 一个词Nuts 脑残 来骂这个中共外交官 那中共外交官 你说吧 你要美国的民选代表来给中共 所谓这个治理疫情的成功来写赞美 我说过去呀 什么你找波音公司帮个忙 找基辛格帮个忙 给我们送个锦旗什么的 人家也有答应 是吧 那波音公司给你来一个这个锦旗 写着中国的天最蓝 是不是 那他有潜台词 天上飞的 他希望都是他波音飞机 他要挣钱嘛 基辛格呢 也可能给你送个锦旗 中美有意比这个马里亚纳海沟还要深 那当然是 是吧 与中共勾兑 你说那水能不深吗 现在你这么没眼力劲 现在美国都在埋怨你隐瞒疫情 你还要人家赞美 不是找骂嘛 对不对 我听的第二个骂是谁呢 徐晓东 他们管他叫东瓜 是吧 中国的打假拳手 他可没有美国参议员那么简练 那么斯文一句话 骂完了 一个词骂完了 徐晓东骂的可长了 现在好像骂出上下级来了 一顿骂不够 又来一级 除了骂 徐晓东还埋怨自己 说当年那个什么 就跟这个叫太极雷雷比武的时候 十几秒钟把他给这个武林骗子给干翻了 徐晓东说 我恨我 怕 伤耳光说 我下手太轻了 中外两个骂 我都记上叫绝 骂得好 无论是武汉大字报 还是这个什么什么武林高手雷雷 你去教训一个女作家 这都透露了什么 就跟当年那个文革恶习一样的 父子夫妻之间可以什么 互相揭发断绝关系 没有什么人伦道德可讲的 学生可以殴打教师 甚至可以打死校长 这一切违背人伦 违背人性底线的这种恶行 都是以国家之名为之 好嘛 以国家的名义什么都能干了 胡锡进 舆论领跑 到这个中共如此管控严格的社交媒体 他怎么不删这些帖子 让这些骂人的去继续骂呀 竟然允许这种属于个人攻击 恐怖主义的言论盛行 这说明什么呀 说明这一切根本就不是什么人们发自 那种淳朴善良的人性内心说的话 都是中共刻意在后面操纵的 中央一级的长篇大论 到市井坊间 什么街头相义 最喜欢使用的一句话就是什么 家丑不可外扬 说你方方日记家丑外扬了 这几乎成了一句政治无比正确 可以占领这个道德无名高地的一句真理 这话人人脱口而出嘛 可以 我今天就跟大家说说 朋友们说说 这句什么叫家丑不可外扬 究竟包含着怎样的祸心吧 首先咱们说这个 这个天地间真假善恶美宠 它就在那儿 不会因为说人心的 或者来个什么鉴定师来改变了 还原真相 不会有人说要求还原假相的 对不对 追求善良 我跟你说 就是魔鬼希特勒 他也不敢公开说我追求邪恶 他敢说吗 什么是邪恶 就是他做的事情要把邪恶包装成善良 同样的 方方日记 在封城的时候 读者说他这个日记 读者来信嘛 方方说的 能让我呼吸下去 就说什么 就是方方的日记这个文字 能给人带去温暖与生的希望 那你说这么美好的文字 怎么会在中国是美的 跑到美国 跑到欧洲就是丑的呢 不是文字变了 是人心有变 而是有人一贯以来什么 就肆意操纵着扭曲着善恶、正邪和美丑 咱们说那个湖峰嘛 上海的湖峰 当年跟鲁迅一样有名啊 是民族革命的旗帜、民族精神 同样一个湖峰 1949年之后 到了中共建政以后 中共不需要捧他了 为什么 不需要民族革命的个性了 你这时候闹革命对我执政者不利了 就强调什么 强调阶级 反对个性 后来中共就组织其他文人嘛 先由其他文人开始攻击湖峰 最后呢 一下手把湖峰打成反革命 善与恶、美与丑 是要服务中共需要的 咱们再说其次吧 过去说家丑 家丑主要说人伦问题 难以启齿的隐私 魏晋南北朝的时候这个事多 那个时候嘛 像现在说同性恋的事 所以魏晋南北朝就挺多的 这事传出来社会上也是谴责的 就会什么呢 你这事传说 哎呦 你们家挺丢人的 什么 当官的 不给官做了 还是个贵族把贵族封号拿掉 所以他叫隐私的藏着掖着不敢往外漏 这叫家丑 这是什么 这是属于私德范围内的 他觉得这事合适 社会上觉得这个事不合适 这对隐私的尊重实际上也是尊重人权 但是不是一成不变的哦 家庭内部的隐私 你涉及到对公共道德侵害 你就不能藏着掖着了 比如说什么 家庭暴力 比如说虐待未成年孩子 你就不能因为这种罪恶 你说我发生家里 我门一关 就不接受法律制裁 不行 对不对 知道邻居打孩子打得厉害 我还得报警 就这个道理 尤其是隐私进入公众领域 那就更不能藏着掖着了 为什么疫情叫做公共卫生事件呢 你一个人感染病毒 你接受治疗 接受隔离 你才符合公共利益的 你藏着掖着 不接受隔离 你去传染别人 那叫抓你的 疫情发生 必须要全体民众拥有知情权的 中共外交部自己说嘛 病毒无国界 国外政府和民众 都要跟中国的民众一样拥有知情权 当然他们还不知道是中国民众 也一样被瞒着骗着 反正这事 疫情的事 你不说出来 不让大家知道 才是不道德的 才是丑的 还有我们在这个胡锡进之流忽悠着说高喊 家丑不可外扬的时候 你有没有发现呢 这个家呀 这不知不觉的这个字 就把中共给圈进来了 就让你把中共当成家人了 家是中共的家 不是人民的家 中共是第一个为了保卫苏联牺牲东北 现在说什么台独武 你港独武 其实中共第一个高喊独立的 它要各省独立呢 这就是中共干的 你说它是你的家人吗 它就是一个占据了你们家的绑匪 就是现在人体内的病毒 病毒侵害人体 说是你们人体正常细胞的过错 中共说的家丑不可外扬 就是让自己这个共产国际的远东支部 在中国干下的事情不让别人过问 你说可是它什么时候 它不让外国人问 你中国的国民自己的老百姓过问了吗 人民大会堂政协人大一举手 你同意了吗 再说什么是外 刚才说了家什么是外呢 其实外就是普世价值 它就是要把你把中共当嫁人 然后侵占你 盘剥你 杀害你 却要你拒绝文明的拯救 拒绝世界的帮助 拒绝普世价值的唤醒 你想那个萨斯 那个时候德萨斯的时候也说呀 欢迎国际友人过来旅游吧 开会 投资 北京的蒋燕勇医生 就把被这个传染萨斯的这些各个医院的病例的情况 就告诉了西方记者 然后一发表文章引发了国际关注 这才杜绝了中共政府隐瞒疫情的更大灾难 这次可不是了 这次世卫跟他们窜着一起了 对吧 你看这次李文亮医生去世了 他的爆料虽然在大陆被封杀了 他的差点成了罪犯了 对不对 但是台湾疫情指挥中心的发言人透露了 说PTT网站一篇文章 他就转发了李文亮医生发出的帖文 引起了台湾防疫医生的重视 才有了台湾最早的防疫部署 咱们都知道这个疫情 你早一天差别就大多了 这PTT原发文者就是现在是站出来了 响应说对 这事是他发的 而且并且向武汉的吹哨者致敬 你们看哈 李文亮医生是不是外洋家丑了呢 这外洋的家丑拯救了台湾呢 我们把吞噬中国人性命和财富的中共当成家人 把正常的人类社会把普世价值当外人 把救下我们性命的真相 把记录真实的文字 把方方日记 这种伴随我们度过黑暗的正义当作丑 那还有比我们更糊涂的吗 方方的日记呢 是记录那一段艰难的日子 你发现了没有 说到方方日记 其实咱们说另外一个人 有一个人其实也在写日记 不过他地位很高 不需要他亲自写 他的日记发表在人民日报 我们呢 就今天趁着讲方方日记的这个机会 咱们就转载一下他的日记 好吧 看看人民在遭受苦难的这段日子里 这一位家里人在干什么 咱们就从12月就去年年底说起 12月31号全国政协新年插华会 习近平讲话赞扬70周年庆祝活动 说这个建政70年激发了全国人民海内外中华儿女的爱国热情 然后说这2020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同一天12月31号这天武汉李文亮等医生发出了疫情警告 然后后来是被武汉公安迅速的发现制服 并作为的谣言制造者登上中央电视台 1月7号 习近平对疫情进行亲自部署 那部署的内容不详 他没说 海外南华早报报道出来了 说这个习近平是1月7号说了 不要因为疫情影响过春节的祥和气氛 之后的两个星期 外界就不再清楚 人民领袖是如何日理万机的了 一直到了1月20号 习近平做出简单的防疫批示 武汉市长对央视申辩说 其实早就知道疫情了 上面不准发通知 所以咱们就不能发通知 他这个申辩说的这个知情这段时间 就发生在这段时间 就在前一天 武汉那摆不停 随着一声说 开锅 万家宴开吃 结果十天后 到了2月8号凌晨 摆不停115例怀疑病例 1月22号 习近平下令武汉封城 而此时武汉实际上有很多的知情者 不知情者已经逃离了武汉 即五百万人之多 散步全世界 1月23号 习近平出席春节团拜会 看望老同志跟老同志一起喝茶吃点心 他代表党中央国务院 向全国人民海外僑胞拜年 祝大家鼠年大吉 要求八千万党员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 心连心 1月25号 大年初一了 政治局开常务会 李克强被任命为抗议小组长 这是外界就猜测说习近平啊 原来是包揽所有领导小组组长 为什么这次把抗议小组组长让给李克强了呢 还没分析完呢 没过多久 大家就发现 原来这个小组长 完全是被习近平的亲信给架空了 副组长 全是习近平的人 都是只有通稿不见人这段时间里 那么习近平去哪里了呢 日记在这里就留空了 三天后 习近平出现了 会见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 会见的时候 习近平告诉谭德塞说 他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 信心满满 西方多家媒体报道说 北京实际上已经在幕后说服了世卫组织 不要宣布武汉疫情对世界卫生构成重大冲击 之后呢 世界各国陆续出现疫情 之后七天又神隐了 还包括其他政治局委员都不接案了 一直到2月5号 这外界揣测是不是发生什么内斗了 政治意外了 习近平陷身了 会见柬埔寨总理洪森 说中国防疫取得成效 有意思是这次会面的时候呢 有一个小插曲 就是美国生物制药公司吉列德 刚刚宣布拥有救命药了 习近平是不是觉得有点安全了才出面呢 不得而知 接着又神隐五天 2月10号习近平再次现身 在北京街头安真街道 这地方呢 你量一下 离中南海四公里 不是很远 2月23号 习近平召开视频会议 宣布党中央成功部署 成功控制了疫情发展 而同阶段意大利开始封城 伊朗进入死亡高峰 3月1号 中宣部在武汉封城40天之后 推出一本书叫做《大国战役》 这仗还没打完 人还在死呢 这边已经开始歌功颂德了 而几天前的《人民日报》还报道 说黑龙江 咱们知道有个贺哲人吗 这个贺哲少数民族 他们回忆当年习近平接见的场景 说日子过得像蜜一样甜 3月10号 习近平视察武汉 亲自戴口罩 亲自在视频中视察火神山医院的一线一物工作者 4月7号 央视推出《习近平战役兵法》 说习近平统治从遭遇战到阻击战对抗疫情 与中国古代兵家思想高度契合 这个我只能是想到这个了 很多也可能不完善 所以朋友们有心的话呢 可以继续帮着江峰完善补充这个日记 让我们共同记录自己的岁月的同时 别忘了为人民领袖和其他的家里人呢 给他记上一笔 这个说到中国了 咱说说美国 这川普也有日记 不过川普日记呢 就比较简单枯燥了 他也没有古代兵家思想 3月13号美国进入紧急状态以后 川普几乎就每天一样白宫新闻发布会 他甚至还取代他任命的 美国的抗议小组长彭斯副总统 他说彭斯太辛苦了 今天他就不来了 让他休息 然后自己也是亲自指挥 亲自回答台下各位记者的掉钻问题 细致到什么程度呢 疫苗、检测、保险甚至是特效药都在过问 纽约州的呼吸机什么时候到 有不少所谓资深记者在提问的时候 关于美国某一个时间点的确诊人数、病例、死亡人数 这记者都记不得那么多 结果一发现川普总统反而反过来记得清清楚楚 川普为美国民众争取了2.2万亿巨款之后 竟然还逼迫财政部不审核资格 或者是少审核资格吧 以最快的速度发放给美国民众 估计在未来一段时间里 川普总统要面临两大问题 是会出现在他的日记当中的 一个是什么时候全面解封 这不仅仅是涉及到科学决策 这还涉及到美国国内政治斗争的问题 封城解封都是一个头疼的事情 但是我们注意到的美国的州长们是有最后决定权的 每个州的甚至到每个县 美国县比城市大 都有一个什么呢 完全公开的确诊病例与死亡数字 有着明确的曲线来帮助这些州长们县长们 来做出最后决定 而不是说由中央、由联邦、由川普替他们下命令 确诊的数字可以精确到每个小城市 有些城市才三、四千人的城市 都可以给它记录出来 而每一个死亡数字 是都可以精确到一个具体的生命的 换句话说是社会工作者 你想查可以知道这个死亡者的姓名、地址 家里的联系人 科研工作者、医务工作者 你要想查可以知道它整个的完整的医疗记录 川普这是刚才说第一个要忙的事要解封 那第二个要忙活的事恐怕就跟中国有关了 在美国情报部门介入之后 川普很快就明确表示了 说中共病毒是从武汉的实验室出来的 至于是中共失误泄露出来的呢 还是故意放毒呢 川普说这可就是天壤之别了 这恐怕就是中共最担心的暴露的假丑 咱们说的这个世间你说吧 善恶、正邪、没丑 不是谁能改变的 你做了就要担当的 这人不找你算账 老天爷放过谁 躲不了的 咱们今天这个节目就做到这了 昨天实际上是有几个突发事件 我昨天也休息了 我想大家也会很关心 一个是孙力军被拿下了 一个是金正恩 昨天晚上说生死不明 有传言 这两个事情呢 都目前为止都没有太多的内幕流出 但是大家很关心吧 也很想听我来说说 我就不准备 因为他们比较孤正嘛 所以我不准备把它当做一个正式的节目来做 就跟大家聊聊我的一些观察 所以明天美东时间的十点钟 中国大陆晚上十点钟 对 我就做一个直播 就说说这些算是八卦的事吧 但是这个孙力军他被拿下来 其实不光是咱们表面看 说是不是政治斗争啊 是不是跟这个疫情有关啊 不光这样 还有习近平的家庭问题也扯在里面 这八卦吧 这金正恩呢 你不管是死是活 你看他坐着喘气都喘不过来 离死也不远 所以呢 考虑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他的继承人到底是谁 这可是大问题 朝鲜这种独裁国家 谁当继承人决定了这个民族的命运呢 哎 那这继承人有哪些大家知道的 还有哪些是大家不知道的神秘人物呢 咱们呢 就把话题撂着 先让你们猜猜 我看你们着急的 然后呢 我们明天早上 也就是美东的明天早上 然后是大陆的明天的晚上十点钟见